有的同修也修得很好吧 他比方现在也六十岁左右了 师父也开始过年龄大 比方说菩萨冲院 他来的有些小菩萨 他有这种事他会减收 那么不是菩萨冲院在来 他们就是 当然了师父也没看过头痛 也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冲院在来的小菩萨 但他们也不喜欢做这种事 但是呢他有的就是 加重 就是说对方还 还想有 就是这个同修 因为他有一个同修 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老公就是很不愿意了 他也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逼得他最后 他就是定了一个时间 很长时间这样做 是不是这样也不好吧 你真正想修还是 你可以这个也是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你暂缓 比方说你夫妻两个人 有一个人要 你就慢慢的先推嘛 你比方说 我们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你到后来他就没兴趣了呀 对不对啊 你只能这个叫缓兵之际呀 36级有个缓兵之际呀 明白了吗 这个同修跟我讲过来 我这不中央今天打通电话 对呀 我们过去有一个 在东南亚有一个佛友 他这个男的修得非常好 不大愿意做这方面事 那个女的老逼着他要做 结果他后来就用这个缓兵之际呀 慢慢慢慢这个女的修修修 给他时间修了 所以到后来那个女的现在也 跟他一起双修 修得很好了呀 都是这样的呀 那他老公也念经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转化成这样 教他要念经要有境界 要教他经常听法会 听师父的录音 要教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恶心的 除了生孩子之外 明白吗 好的 那我明白了 师父一定好好修 好好修了 什么鸟在叫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人生就是这么一辈子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你必须在这个一辈子当中 好好地想好 下一辈子准备怎么样 如果你下一辈子不准备做人了 你这辈子就给我好好地守见 听得懂了吗 是 好了 师父 我一定守见 我现在就很努力地在守见 嗯 我现在就去顺利了 我这辈子不准备了 我这辈子的 我对你 你先来